这期视频我们来分享10个可以让你的Mac变强大的生产力工具 一起来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工具 黑灯bar 这是一款菜单栏管理工具 当我们的菜单栏有很多的图标不够美观 这时候我们只要大开我们的黑灯bar 点击小键头 这里会出现一条竖线 然后我们只要把图标移动到竖线的左侧 怎么移动图标也是有技巧的 你需要按住command键 这时候就可以移动图标 当然你也可以随时调整这些图标的位置 也是按住command键 设置好之后我们点击这个小键头就可以将它折叠起来 当然我们可以随时将它打开 我们还可以让它隔一段时间自动隐藏 可以在这里自定义隔多长时间 让它自动隐藏图标 还可以让它登录时自动启动 这时候就会一劳永逸 让你的菜单栏变轻爽 第二款工具 这是我目前认为Mac平台上最好用的视频播放软件 我的要求并不高 只要各个格式都支持 借面再好看一点就完事了 A完全符合我的要求 接下来介绍的是一组压缩和解压缩的软件 Unkiver and Keka 我们知道苹果原生的解压缩软件 不支持一些常见的格式 比如说R12 这时候就需要第三方的解压缩软件 我推荐使用的是Unkiver 它就像苹果原生的解压缩软件一样 只要我们设置好文件打开方式的关联 当我们遇到像这种R12格式的压缩包 只要双击它就可以用Unkiver自动的打开 不得不赞美这款解压缩软件非常的良心 当我们解压缩完成 它会自动的退出 再来介绍另一款软件叫做Keka 在App Store上它是收费的 但是你在它的官网上可以免费下载使用 它的优势在于压缩 它可以排除Mac的资源文件 如果我们用苹果自带的软件进行压缩 当别人打开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一些令人困惑的隐藏的资源文件 这时候我们用Keka就可以选择排除Mac资源文件 当然我们还可以在这里选择不同的压缩格式 下款软件Mass Fan Control 这是一款可以控制Mac风扇运转的软件 我是怎么发现它呢 有时候我需要给我的视频后期进行配音 由于开了很多软件 这时候风扇会高速运转 那我在配音的时候就会把风扇声也录进去 我就在想有没有一款软件 可以让这个风扇暂时停止运转 于是我就找到了它 想让风扇暂时不转 那我们只要选择自定 然后把这个固定转速拉到最左侧 点击确定 这时候风扇就会停止运转 当然我们还可以让它全速运转 只要把风扇拉到最右侧 这时候它就疯狂的运转 当然我们还可以随时给它调整回自动模式 让Mac自动的控制风扇的运转 下一款神器 Scroll Reverser 当我们又用苹果触摸板又用这种普通鼠标的时候 你会发现当你触摸板舒服了 这个鼠标滑轮就是相反的 而当我们设置鼠标舒服了 触摸板又是相反的 这时候我们用Scroll Reverser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让触摸板处于一个舒服的状态 然后我们在这里选择翻转垂直滚动 在这里选择翻转鼠标 那这样触摸板和鼠标就都舒服了 下一款工具是翻译神器Deep L 当然它是跨平台的 但是Deep L的翻译质量确实是非常高 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 之前最好的我认为是Google翻译 用Deep L翻译的结果非常的接近自然语言 读起来非常顺 有了Deep L阅读外语就再也不是问题了 而且我们还可以用快捷键控制它 只要按Command按两下C 就可以将粘贴板的文字直接调用Deep L进行翻译 好我们来试一下 选择这些文字 按Command加C C就可以翻译了 下一款工具CleanMyMac X 这是MacOS上知名的老牌的系统清理软件 在国际上口碑还不错 它有中国版 中国版要比国际版便宜很多 但是一样用 我觉得非常良心 如果你不想花钱可以选择免费的通讯柠檬 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我更偏爱CleanMyMac X 下一款工具Magnet 这是麦克平台上窗口管理工具 非常的好用 比如说我可以让这个窗口靠左 靠右 靠上 靠下 居中 最大化 如果连接了外接显示器 还可以一键将当前窗口移动到下一个屏幕上 下一款工具是下载视频网站上的视频的神器 叫做Doni 它只有Mac版 实用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来到常见的视频网站 比如说B站或者YouTube 复制一下视频的地址 然后来到Doni 只要选择文件 从粘贴版添加 就可以很轻松的将视频下载下来 如果视频带有字幕 它还会提示你是否需要下载字幕 顺便大家推荐一下Doni作者的另一款工具 叫做Permute 这是我认为Mac平台上最好用的视频转换软件 我们可以裁切画面 裁剪片段 选择音轨 或者替换音轨 这两款软件针对国内的售价 也要比国际版的更便宜 非常良心 最后一款Mac OS生产力神器 Final Cut Pro 这是苹果自己家的视频剪辑软件 它卖的很贵 将近2000人民币 但是相对于正版的Adobe Premiere 它又显得没有那么贵 而且一次付费 终身买断永久工薪 如果你是学生党或者老师 用教育优惠费买会更便宜一些 当然用免费的剪用也是不错的选择 好 以上就是金本真一 为你推荐的10个Mac生产力工具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 关注 转发 那我们下期再见